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期嘛 我就跟导演组说 必须给我请大明星做主咖 全中国人都要听我的名字 而且就听了他们的名字 你要不自觉地就跳起来 然后就给我请一个方黄传奇 不是这个意思啊 导演组 我是说跳起来 不是跳起来 还有何杰和苏西 你们预算是咋滑的 现在是2017年 你们是买了一台时光机器 回2007年请的人吗 还跟我显摆 还跟我说 一个超级女生 一个快乐的男生 我超级不快乐 我跟你说 还打人 何杰老师 你这个店儿扔得太早了 真的 人家太早了 还挺喜欢何杰超级女生 后来发展的也确实很好 对吧 后来的名气嘛 仅次于李宇春啊 张亮颖啊 周碧昌啊 谢谢亲爱的 不熟了不熟了 太多了 不熟了 但是何杰确实有不少粉丝 我感觉现场也来了一些 对吧 不用装 不是的不用装 何杰粉丝自称是 和饭 口号是 和杰和饭 一生相伴 对吧 我看何杰老师 这几年的变化 你是不是对这句话 理解错了 你是不是理解成了 和杰和饭 一生相伴 是不是这么早啊 后面还有呢 算了啊 苏喜快乐的男生 很有潜力的一个艺人 我特别喜欢他 就是因为年轻冲动 打了一个别的艺人 后来就不红了 那年是在一个颁奖里嘛 很多大明星张杰都在 你说那么多人 你偏偏打一个不红的 那你能红吗 这种行为啊 就好像是今天 把龚琳娜 李玉刚 凤凰传奇 都堵在嘎嘎里 你却非要打增议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李玉刚老师 李玉刚老师也是 全秀节目出道 星光大道 对吧 当时他的亲友团 举的标语是 前有梅兰芳 后有李玉刚 不要这样 好吧 李玉刚老师 唱的那个东西 不是京剧 赝品啊 假的 不是京剧 我怎么给你们解释呢 就好比啊 远看是清明上河图 你凑近看 是用二笔千笔画的 对吧 你再看它仔细一点 画的也不是宋朝的事 就是北京堵车 你 当然啊 当然 当然 你把这样的啊 你拿到非洲去 非洲人看完 还是会 哇 中国传统文化啊 所以 为什么 李玉刚能 怎么 哎呀 这个武器 不要这么多 不是 还我吧 你还我 扔那么远 怎么说 打得太文啊 李玉刚为什么能火呢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啊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已经跟非洲兄弟 一个水平了 那凤凰传奇 为什么能火 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对音乐的理解 远远不如非洲兄弟啊 李玉刚还说 他跟那个周杰伦 私交非常好 两个人经常一起 讨论唱法 唱歌啊 多狠 跟周杰伦讨论唱法 你是觉得光凭 自己的作品 还不足以彻底 毁掉《花语》 能不能把周杰伦 留给我们 最后一期 没有提过韩 这一期的提大咖名额 给了周杰伦 周董 不客气 不客气 这个 最后一期啊 其实是一个神曲专场 分析了一下 神曲呢 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 最炫民族风那种 都听了懂 而且都会唱 第二种就是 新贵妃醉酒那样 都听得懂 但不一定会唱 第三种 就是忐忑那种 也是听不懂 也不会唱 但是你能理解 他那种心情 特别的忐忑 其实忐忑 是一首 很好的歌啊 我觉得很先锋 挺好听的 而且龚琳娜老师 对民族音乐 也是有很深的研究 我听忐忑的时候 常常想 特别希望 龚老师 在研究 民族音乐之余 也能好好学学汉语 这样阵容啊 这个龚琳娜 李玉刚 凤凰传奇 我妈看了得哭 而且得骂我 李蛋 把你养这么大 平时妈妈 跳个广场舞 你冷嘲热讽 你可倒好 你去跳F 最后这个单词 Live 是不是很多人没听懂 Live L-I-V-E 音乐现场 知识点 朋友们 我的天哪 偷你的 最后一期了 随便了 随便了 就是观传舞 这个事吧 其实之前 我看采访 采访凌花姐的时候 说 她自己说了 她说 好多人 大叔大妈 现在都去跳 鸟叔的歌了 特别希望 鸟叔 把大叔大妈 还给我们 我就想 凤凰传奇 还给你们之后 你能不能把 我的爸妈妈妈 还给我 凤凰传奇 刚才说 有人传他们解散 我觉得这个谣言 就是曾益传的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会意识到 这个组合员 还有两个人 我有时候怀疑 凌花在台上 都不知道 她有时候吓一跳 这怎么有个人 每个中国人 都听过 凤凰传奇的歌 但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承认 这个我跟池子 有一回在电梯里 就是我就听着 手机铃声响 月亮之上 我说池子手机响 你一手机才响呢 谁手机 我小孩你说话 注意点 谁手机 谁手机 吓起来了 正在这时 一曲和唐月色 打断我们的争吵 我的手机也响了 非常的尴尬 非常的尴尬 但是凤凰传奇 确实是火 那个歌啊 蝶啊 卖得特别好 他的歌迷 很多都愿意在车里 听他们的歌 高亢大气啊 开在内蒙的路上 爽 做了一个内蒙人 我说确实是这样 开在内蒙的路上 你下次把歌 关了试试 更爽 这个 在内蒙 凤凰传奇火的程度 其实比在全国范围 更火一些 林花姐就是内蒙人 我在这里也确实要说 林花姐 是我们内蒙人的 骄傲 曾毅 是我们内蒙人 养育了你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今天是最后一期的土豆大会了 非常开心 我们也是非常用心 准备这期节目 我们请的主咖 厉不厉害 对不对 有两个 我的天 曾毅 自己带着椅子来的 对 上一期节目呢 我不是吐槽李淡吗 在后台玩探探 在后台玩探探 使劲刷 手指头都这样 我跟你讲 刚才我在后台看 还在玩 我是说 淡探 这探探是个脱单神器 对吧 但是你这样的 找不着的 淡探说 没关系 我用的是你的手机 你年轻 你单身 你颜值高啊 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 这是条广告 有点狂 今天的舞台上 算上李淡 一共有七个歌手 就是为什么要算上李淡呢 对吧 曾毅都算 为什么李淡不算 然后再说这个和杰 刚才看和杰的表现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对吧 中国有句古话 叫一运傻三年 你这三年刚开始 是吧 和杰曾经放狠话 说我受不下来 我就退出娱乐圈 我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在娱乐圈 进进处处的不太好 这个娱乐圈的通道就这么窄 对不对 万一你那天卡住了 后边的人怎么进去 就因为你苏醒 现在还没进去 苏醒是和杰的好朋友 从名气也看得出来 关系非常好 然后当初呢 当初快乐男生的亚军 亚军 但是有很多人说 苏醒是刷票得到亚军 这些人就有病 对不对 有人神经病 刷票刷到亚军 对吗 苏醒就是 然后接下来 李玉刚老师 星光大道的冠军 非常厉害 他星光大道 刚出道的时候 就被破格提升为 国家的一级演员 同样是星光大道出来的 人家就是一级演员 为什么你俩就不是 这门国家还是有分寸 一个人一级两分两级 因为你们想 你要国家带李玉刚出去演出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你要带他们演出 对吧 你出去办签证的时候 你们出国是什么目的 曾姨在旁边留下来 签证都办不下来 李玉刚老师早些时候 生活确实很艰辛 穷困潦倒 曾经投河自尽 但是被乞丐给救了上来 这都是真事 但是我觉得乞丐 当时也不是想救你 他可能觉得 这盒里什么东西 感觉捞上来 感觉捞上来能卖钱 但他们没想到 捞上来还能卖艺 然后李刚说他小时候呢 和妈妈一起 卖那个炸的麻花 他妈妈炸麻花的手上 都是油 就经常摸他头 就摸头上就是 又油又亮的 我就纳闷 李戴你妈妈小时候 卖的是什么呀 火龙果吗 李宇刚老师很早的时候 开过服装店 就卖那种西装 就是很艳丽的那种西装 但是当时审美跟不上 对吧 卖得不太好 那衣服就全扔了 很明显 张绍刚全捡走了 接下来 著名的零化 不对 凤凰传奇组合 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说他们 说他们就怕什么 就怕被别人误解 就说歌红 人不红 很悲催 我觉得你不要担心 这儿还有歌不红 人不红的 这儿还有歌不红 人不红 大人也不红的 笑得我嗓子都痒了 其实曾义的这种演唱风格 我们喜剧演员特别熟悉 它就是个捧根的 你听 时谁在唱歌 温暖了几磨 好嘛 对 听起来很熟悉 就我在想 曾义在台上 如果就没有歌词的时候 他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他在干些什么 对吧 就是很容易走神 据说有一次 在演唱会上 曾义下台去吃了个夜宵 回来都没被发现 有一次呢 凌花为了照顾曾义的感情 特地写了一首情歌对唱 给他多写了一首词 当时曾义就哭了 你想累死我呀 然后要知道 无论什么演出呢 他们两个真的是 合作非常愉快 演出费呢 都是对半分 但是有一次演出完 凌花就跑到后台 就跟主办方哭 凭什么啊 他就说了八个诱 跟我拿的钱一样读 主办方就安慰他嘛 对吧 你凌花你不能这么想 对不对 你想想你们是个组合 没了增益 你们这组合还完整吗 凌花就想了想 完整 而且最近呢 很多人就传言啊 风凰川气要解散 很多这种传闻 谣言嘛 每次呢 他们就出来辟谣 辟谣完呢 凌花就开始后悔 其实我觉得 一个小意见 我觉得你们俩单飞呢 都比现在赚得多 曾毅你去喊麦 对吧 收入绝对翻倍 凌花你什么也不用变 他走了 你收入绝对翻倍 然后有人问凌花 就是如果让你在老公和音乐之间选一下 你会选择什么 很明显 他选择了放弃 谢谢大家 我吃的 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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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的吧 不行了 真好啊 大家好 把太有利大 第二季啊 这个观众朋友们肯定都希望能比第一季好 对吧 我们当然是也希望 你们能不要有这样的希望 这个做不到了 真的 你看主持人 做不到了 古曹大会第一季 是中国综艺史上 我们无法超越的经典 大家就不要误会 这里的我们呢 指的就是我们 我看人家别的节目 超越的挺好 都是我们超越 我们玩完没有希望 这个证据之一呢 就是蔡国庆老师又来了 干嘛呀你 朝回家看看呢 上次玩完之后 我妈就跟我生气 嫌我没给她要签名 然后我就我孝顺的 就从此之后 我就一直惦记着 还说我要再上哪个节目 又能碰到蔡老师 我就不去了 确实不想要 今天没办法 一会麻烦你 给我妈写几句话 落款就写 永远爱你的蔡大哥 其实蔡国庆老师 确实是我妈的偶像 那我的偶像就是吴宗献 献哥 我总说我小时候 从小小时候就希望长大以后 能做一个像献哥一样的人 现在呢我也长大了 好开心自己没有做到 好开心 带君 别瞎 马上到你 君哥 我也是我朋友 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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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的演唱者 阿联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 阿联是一首跟365个祝福 来自同一历史时期的歌曲 回去可以听一下 当年是红遍大江南北 有一回就一个主办方邀请 戴君呢 去演唱会 说的是拼盘 好多人 结果到了一看呢 就他自己 很无奈 连唱个八遍阿联 真的 真是 唱到第八遍的时候 台下一个观众 扔上来一把斧子 你说这个观众也是 怎么回事 听到第八遍 才发现难听啊 还是听完第一遍 就出去找斧子 有可能啊 有可能 胡可 我国著名的 母亲 确实嘛 对吧 除了两个孩子 确实没有什么作品 所以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吐槽他 那这样吧 咱们就直接把目光 聚焦到胡可的童年 胡可小时候 被他爸用冻带鱼打过 真事啊 这是真事 我们就是冻带鱼 什么人气啊 冻带鱼 难怪是嫁给白斩堂 喜欢会武术的男人 还有一个儿子 大家都知道 叫小鱼儿啊 这个就是外公给起的名 怀旧 哎 你们这个胡可 被冻带鱼打过 这么悲惨的绅士 殷农静老师 你听完 这个不感动吗 不想哭吗 这跟你当评委的时候 这不一样啊 还是方姐 那我再跟你说啊 他还有一个同小 就当演员的梦想 还不想哭啊 那他爸这种啊 会使用冻带鱼的高手 真的不打算 招进中国大人兄吗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一能教老师爱哭 也不能怪他 确实是从小就不容易 爸爸呢 欠一下巨债 他十四岁 十四岁的时候 就靠着洗盘子 给家里还上了一千多万 你听完 真的是想雇他洗盘子 全世界洗盘子 估计最好就是你 你他应该上中国大衣秀 这个确实经历比较坎坷 年纪很轻的时候呢 就去那个餐厅里表演 当时演出环境也很恶劣 有人一能静 就坐在一个角落里 看张爱玲 这在那个时代 这就叫出于你而不然 在现在就叫戏精 爱演 那么爱看书吗 我就怀疑 要不是主持人打人家 他就肯定站在舞台中间 张爱玲跑这么高 生活是一席 花美的窗袍 我能看到张爱玲 我跟你们不一样 读到高兴出海唱 我们不一样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人家伊能静老师就说过 要做一个永远的少女 所以你说人家什么戏精啊 什么圣母啊 爱哭啊 这样大的 就少女嘛 很正常 我觉得伊能静这辈子 绝对是做好了一个少女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做好 谢谢大家 我女大 恭喜 对 谢谢 谢谢 好 啊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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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管给他们管管 哈哈 大家好 我是吃的 好 很开心啊 又来录我们这个吐槽大会啊 非常开心啊 听说这一季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 听说招商招到很多的钱 对吧 今天我一来台上一看啊 放屁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你这个钱花哪儿了 你给我说说 对不对 你就在谈上就这嘉宾 对不对 你钱你花观众身上了啊 啊 真是 没有吧 大家可能不难发现啊 我们这个主持人呢 还是邵刚老师 还是邵刚老师 啊 也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啊 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张少刚老师 其实你话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就是确实是当时就是便宜嘛 就是签约 签的时间太长了 对吧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比如说你双十一的时候 对吧 你买卫生纸买太多了 你用不完啊 对不对 你也不能扔 对不对 挺好使的 对吧 你就接着用啊 接下来说我们这个采国庆老师啊 采国庆老师呢 也来过我们节目 来过我们节目 就是几个月之前 就是刚来过 对吧 还来 你上次送我的祝福 还剩两百多个 导演组就是蔡老师这样的嘉宾 一年最多请一次 好不好 家里两百多个 送都送不出去 谁家里有那么多老人啊 对不对 哎呀 再说咱们这个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确实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初啊 其实受过很多的苦 比如说在夜场表演 在夜场表演啊 上半场是唱歌 跳舞 下半场是训海豚 很累 很忙 就容易忘事 有一次啊 唱歌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在唱歌 还以为在训海豚呢 我蹭就跳下去了 底下观众都嗨了 我这小伙子带劲啊 很不容易啊 当时呢 确实是 训海豚也是他 但是训海豚 那海豚没几年呢 就死了 有几十个海豚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就是他呢 不但要训海豚 还要每天给海豚 换水什么的 换水是这样 是把水换完之后 往里面加盐 一池子水 要加六吨的盐啊 对吧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是太忙 太累 忘了 有一次忘了换水 直接地加盐了 哇 就一天加六吨啊 那海豚 我倒就猴死了 我跟他 哎呀 那个海豚最后那几天呀 戴军老师还在训 来 跳一个 来 转几圈 还转的 对吧 来 翻个身 对吧 他就发明了 咸鱼翻身 你们看过那个戴军老师 那个爱笑会议室吗 看过 那咱们接下来说献哥 我没看过 献哥 献哥你别看他今天坐在这 但是他当初 09年 09年三月 就说自己要退出娱乐圈 同年的七月 就付出了 当时他退出的时候呢 说是想专心自己的LED灯的产业 你付出是怎么回事 是你做发光二极管 还是点亮智慧人生了什么 发什么 发光二极管 点亮智慧人生 好 这是我们胡可 胡可 著名演员 沙依的老婆 胡可呢 跟沙依老师两个人呢 很恩爱 很恩爱 有一次呢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沙依假扮吴秀波 跟那个胡可 打戏 两个人很恩爱啊 打到吻戏这儿 胡可拒绝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认出来了 很恩爱 恩爱 大家都知道 刚才也很多人说过 胡可的爸爸 曾经用冻带鱼打过他 就是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冻带鱼会火 大家会往上网搜 什么胡可爸爸同款冻带鱼 李旦池子同款海豚什么的 我们这就不是 土豆大会第二季 我们是蓝色星球第三季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这个 伊能静阿姨姐姐 姐姐 嘿 伊能静公主 很感性的人 很感性的人 特别爱哭 中国达人秀上呢 一直爱哭 一直在哭 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选手啊 当时 展现自己中国最强的内线 其实选手在台上表演节目呢 就是刚上台表演节目 表演完了你哭 对吧 有的人选手呢 表演着表演 你也在哭 有的人选手还没有表演 你就哭了 选手都纳闷 这这伊能静老师 你那哭啥呀 我看你的表演非常的感人 我还没表演呢 我看你走上台这个步伐 非常的感人 感人 对吧 你代入感太强了 你这是 你这步伐 看起来很辛苦 我不辛苦 那你有没有一些感人的故事 我没有感人的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 太可怜了 特别爱哭 我今天台上呢 确实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长辈 就比如说蔡国勤老师 动灵男神 这个伊能静 姐姐 动灵女神 这个胡可 被动带雨打过的女神 就是你们别老天哪 动来动去的 这时候动成带雨 你就不美了 谢谢大家 我是迟的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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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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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下流行 对 好好好 大家好 李大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有这么一种明星 说起来都认识 但是就没有更多的感情了 你也不讨厌 可也不喜欢 我们今天请到的 就是都是这样的明星 总说微博上热搜 什么叶玄被下降头 这样的 这科学好不好 什么时代 哪有那么多封建迷信 没有什么封建迷信 那些 而叶玄那些新闻都特别奇怪 就这些人黑他黑到什么地步 我看到最怪的一条 说叶玄 挖完鼻孔 不吸手 跟人握手 这有什么 这很正常 对吧 那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上台 要先跟趴比江握个手 可以可以可以 我当然是担心 他没触摸 是吧 叶玄其实是很好的演员 很优秀 很敬业 他有一次为了演那种 窒息的状态 套了一个真空袋 后面让人拿吸尘器这么吸 一分半钟 后来是导演苦苦劝说 后面这个人才把吸尘器放下 算了算了 不行 窒息一分半钟 说叶玄老师 今天这台上 还健在吗 刘千帽摸一摸 还有没有温度 看看手会不会穿过去 算了 你手穿过去 不知道是你俩谁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见证一记的时刻 刘千 大学毕业以后 找不到工作 曾经被骗进过传销组织 真是 我就一直想知道 他那句 见证奇迹的时刻是怎么来的 破案了 朋友们 肯定是当时他的领导 说小刘啊 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号 不是说非要卖出去产品 才可以赚钱 你只要把你的爸爸妈妈 发展成下线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华少和这个Papi醬的语速都非常快 不同的是 Papi就是软件调的 华少真功夫 不得不说 你就不能也下个软件吗 你不会呀 Papi醬大家都说是网红 但人正经 科班出身 自己总说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 中系研究生的身份 你不说我们谁知道 除了你谁会告诉我们 中系 中系人家也不承认 我就想猜他这个学历的消息 最早是怎么泄露出来 上海女孩 我就猜啊 早年间应该是他妈妈 在人民公园呢 帮他相亲的时候 把这个信息泄露了出来 简历拿 江亦磊 1987年升任 中央的戏剧学院 研究生毕业 一个极美貌与才华 与一身的女子 现寻衣不爱上网 充浪的成熟男性 所以我跟他老公 我婚了 其实我对Papi醬 就不太想吐槽他 也就说这么多 我真觉得他呢 也不算明星 但是也不是网红 大家对他都是误解 Papi醬 其实是一个产品 你仔细想 江亦磊是真人 Papi醬是江亦磊的产品 对于一个产品 我觉得你不喜欢 不消费就得了 没必要说人家 我想大家也是 不要总在网上黑人家 你不看不得了吗 对不对 希望大家从今天以后 再不要看Papi醬了 好不好 好 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我要是李丹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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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拿了你们 谢谢 别人别拿啊 大家好 我是车子 我最近在网上 总有人 就是我的粉丝 分不清我跟李丹 我俩天差地别呀 对不对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对不对 怎么就分不清 我在地上 我在地上 怎么就分不清 对不对 还有人啊 分不清Papi醬和刘谦老师 这两个人 天差地别呀 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 对不对 怎么就分不清呢 就说就说我啊 这个吐槽大会之后呢 之后呢 确实是在大街上 有一些人啊 认识我对吧 认识我的变多了 对吧 在大街上有时候 就认识我 就叫我嘛 但是很奇怪啊 然后很崩溃 叫我就 哎 你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那个 吐槽大会那个 知识点是不是你 什么 有这么叫人的吗 对吧 那你见了刘谦老师 怎么叫 你是不是那个 你说那个春晚那个 橡皮筋 是不是 鸡蛋鸡蛋 就没这么叫人的 对不对 哎呀 刘谦老师知道啊 就著名的魔术师 魔术师 练习魔术呢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也会经常受伤什么的 曾经有一次啊 刘谦老师因为一个 一个火焰的一个魔术啊 同一个地方 被烧伤了七次 同一个地方 被烧伤了七次 你表演的那是魔术吗 你表演的是遗忘 其实刘谦老师是很厉害的魔术师 但是再厉害的魔术师 也会有食物 对不对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食物 就是2013年的春晚 那次他表演大变活人 把自己从春晚的舞台上变没 对不对 四年了 再也没变回去 2014年 2014年 行 三年了 再也没变回去 然后华少老师 华少老师很厉害 但是别看华少 现在是个主持人 他小时候呢 话特别少 就是一度被家人认为是个哑巴 真的 他直到12岁才开始说话 这个故事我一眼就看透 12岁开始说话 说明什么 小学6年没背过课文 你说叶璇 叶璇 她呢 是个才女 真的 她曾经啊 曾经拿过全纽约市的数学竞赛的第一名 真的 哇 传纽约数学竞赛第一名 什么概念 就跟中国乒乓球队在非洲夺冠一样 很简单 当时我觉得纽约的小孩都崩溃了 去高高兴去报名 去吧 然后跟他聊天 I come from China 全退赛了 接下来说咱们这个主咖 帕皮奖 其实之前 来之前呢 我就觉得 没那么多槽点嘛 对吧 他就天天挺好笑的 也是做喜剧的 没那么多槽点 能当主刊嘛 对吧 问了价格之后呢 确实是能 真是 他是想在我们这节目 把那个逻辑思维车的钱全赚回来 真的啊 刚才在后台的时候 我们打招呼嘛 帕皮奖打招呼 嗨 你好 我是帕皮奖 我们导演组都疯了 整几人 整几人呢 整几人过来 你那艺人今天状态不好啊 这艺人状态不行啊 整几人说 怎么状态不行 状态挺好 怎么就状态好了 你听听他怎么打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帕皮奖 他应该这样吧 他不应该是 嗨我是帕皮奖 应该这样吧 你们家艺人怎么卡了 坏了怎么 有钱老师 有钱老师 你有没有那种魔术 能让人说话变快那种魔术 哦 又烫手了 算了算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是 帕皮奖确实啊 曾捐了两千万 在中央戏剧学院 盖了一个剧场 叫雾旺剧场 雾旺剧场 让你们不要忘记什么呢 就是让中央戏剧学院的 老师和学生们 不要忘记 老娘就是拍小视频 也能赚两千万 给你们盖剧场 前两天啊 其实是在看 帕皮的采访啊 采访 他在采访里面说呢 他自己一直想成为一个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一个人 我很感动 因为其实你做娱乐呀 或者做什么的 很少有人能想做一个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人 而且生活中 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 帕皮加油 谢谢大家 我吃了 你整了这么个大剧 谢谢 谢谢 超女 潘维维 特别不喜欢 被人贴上 这个超女的标签 但你得理解 就是在观众啊 就艺人 观众还不熟悉你的时候 名字前面 加上几个字 观众才能有印象 都一样嘛 对吧 你说飞飞 谁认识 奇葩说 飞飞 池子 吐槽大会 池子 信 阿信 一下就记住了 黄国伦啊 刚在鸟巢开完演唱会 这个是赔得一塌糊涂 有梦想 我们要支持 有梦想 我们要你这个实现的方式 你可以商去啊 你说你 非要去鸟巢开演唱会 你这样 你现在开始啊 好好断开身体 多年后 这个闯进世界大赛 去鸟巢参加 110米韩 是吧 比你开演唱会合理 对不对 不过这个黄国伦 确实很有才华 这个扣乃鑫 也是欣赏他的才华 很支持他的梦想 卖房子 这样那 很感人 人在这个蒙面唱将里 点评 歌手的这个音乐 都用诗词 他说这个歌唱的 装生小梦迷糊地 哎呀 这一句 非流之下三天吃 都是很简单的句子 是吧 都是很简单的句子 我全都会 哎 鸟巢那天其实做的很满 做的很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卖票很努力 是马上就开场 晚上开场 下午还在为不上卖票 原价那场票 980 卖到88一张 这在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出去唱K AA玩玩的也就这个项 所以你就是卖票方式有问题 你下次你别说什么 那场票 980 你就说 鸟巢万人KTV 低销980 五人同行 一人门单 半卡还你送你个大果盘 良心的建议 思考一下 飞飞我好朋友 也是这个弹键盘的 说是中国摇滚圈 最好的键盘手 你说人家得什么水平 差不多就是港港用脚弹的水平 港港弹多好 咱们不说 咱们看这个琴 看这个琴 三万一天租的 我们节目组 真的 而且人家那个琴店 就是港港不到上海 人都不出租 我们是苦苦爱求 问你们什么节目啊 都谁啊 求人家 再租给我们 但是要答应人家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让飞飞弹 所以飞飞的手碰我们家钢琴 就让人看见了 没法解释 前三万一天的价格 什么水平 跟飞飞连弹三天的价格 是一个水平 真正的键盘手 人情合一 人情合一 朗朗确实是厉害 百年不遇的天才 中国莫扎特 被上仓亲了个双手 你光这个手 大家刚才看了 手就是价值上亿 上了保险 请他也很贵 所以这次请他 我们就跟他商量 就这样 老师你这次来 你能不能别带手 非要带 你说什么人出门非要带手 各样非要带 刚才后台 我就很谨慎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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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佬特别 别别别 这个是 打招呼打招呼 别碰瓷 别碰瓷 完了 确实厉害 天才 26岁 在这个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 表演钢琴独奏 哎呀 那天是在鸟巢吧 这个人挺多哈 还行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观众席里 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 在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 我会冲击你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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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吗 了不起 有梦想 有梦想 老板确实是 古典音乐 音乐界 哎呀 这个认都认可的 钢琴家 哎呀 一般都在什么 维也纳呀 什么这个欧洲各国皇室演出 啊 像他这个段位的音乐家 一般都只在那些地方演出 那朗朗呢 却经常出现在这个各大综艺节目 啊 所以很多人都嘲笑他 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 就我们能嘲笑港港 其实是港港给了我们嘲笑他的机会 对吧 哎 别的那些钢琴家都不给咱们谈 咱也不认识 啊 这是很了不起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啊 好好嘲笑他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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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钢琴家 我希望你也能一直弹琴给很多的人听 谢谢大家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我是池子 今天特别开心啊 我们台上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音乐人啊 我是个 那我呢 我是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啊 我们这个主咖是朗朗 我的天 你们见过朗朗在这坐着 面前却没有钢琴的样子吗 我真的很少见啊 你说为什么我们把钢琴给他放这么远呢 是他唯一保持理智的方法 他也摸钢琴就摸电门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飞飞啊 飞飞确实特别特别熟啊 特别厉害 就是当初呢 我确实也特别喜欢音乐 我就跟飞叔说 我就是 我说飞飞你看我这是我特别喜欢音乐 我也想玩音乐 实的你听我的 我我我我走南闯北多少音乐节 对吧 我你就听我的 你啊 你征战上场 还是得有一电子琴 甭说别的了 甭说别的 我送你一个 特仗义 真的说送就送 第二天就收到包裹了 打开包裹 眼泪都下了 很精致的一个琴 对吧 不大 很轻盈 粉色的琴键 你装上两节五号电池之后呢 你按一个键就唱一首歌 你按都 是 都都搜搜 拉拉搜 你按right 都都搜搜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怎么着飞叔 对不对 你当年征战沙场 就靠着一首小星星 对不对 你看不出来挺躁啊 接着说 接着说信啊 信 大家肯定都听过他那首歌 对不对 死了都要爱 当时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啊 就当年啊 能跟你匹敌的 只有旁龙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对吧 但是那首歌 大街巷都在放啊 但很多人也爱唱 对吧 我觉得你们就唱这首歌 就有问题 这歌是人唱的嘛 对吧 对吧 那首歌我给你讲 除了信 谁唱都难听 再仔细听听啊 其实信唱也难听 太高了 太高了 对不对 很难欣赏啊 接着黄国伦老师 黄国伦老师 很厉害啊 大家都知道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就是给王菲写过一首 我愿意 对不对 然后蹭吃蹭喝十几年啊 都蹭到这儿了 就是你看黄国伦老师 你看人王菲现在还唱过 愿意那首歌吗 对吧 人家不唱了 对吧 你为啥不唱 人家不愿意 文老师确实是在鸟巢开过演唱会 确实是演唱会 人家歌手开演唱会呢 一般都会有报道 外面说 谁谁谁 开始圈钱了 开始捞钱了 但是你一开演唱会 外面一介好评 真的 肯定不是捞钱的 媒体一度怀疑 他是做慈善的 你们想啊 你们想啊 鸟巢门票一百多 他的门票八十八 给大家一个参观鸟巢的机会 我仔细想了想 鸟巢建成以来 您应该是第一个在鸟巢赔钱的 鸟巢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就说朗朗 朗朗 我们今天的主咖 朗朗呢 他曾经那个 上综艺节目 但他上综艺节目 有原则 原则 就是他不多说话 不干什么 就是弹完琴就走 弹完琴就走 我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就弹完琴就走了 也不管什么 后来想清楚 就是他们 他们钢琴家到这个高度 就是每天都要坚持练琴 但是你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琴可以练 他就参加节目 他就蹭琴 今天来我们副导大会 非得要一钢琴 就这样摆着也不弹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朗朗 就是注意身体 就少弹琴 对吧 我觉得因为你弹琴 你脑筋 容易得脑震荡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大 今天这个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也看到了 Rock海员 两个板凳队员 进入了首发阵容 是吧 池子呢 因为伤病困扰 不能出战 真的是伤病困扰 因为池子从来不看足球 这次为了写稿呢 把中国队的比赛集中看了一下 孩子就崩溃了 真的 受不了那个打击 看完 看完以后 一旦 网上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会输给泰国队 就是那个萨拉迪卡 人很温柔的泰国吗 会被叙利亚逼平 就是那个连年战火的叙利亚吗 他们还有心情踢球啊 我说这序列是没有心情踢球 一听说踢中国队 没有人要打 然后这个板凳队员 海员刚才说了 是我们的编剧 这次除了自己要上场 还负责跟冯小婷对稿 也很辛苦 跟冯小婷对稿去见他们 一进门碰到个椅子 把冯小婷脚给砸 这冯小婷人家很大肚 没事没事没事 海员说这怎么都没事 你是裹脚 你怎么连个椅子都防不住 脚杂挺黑啊 海员就很生气 转身就要走 然后Rock在旁边 海员你干什么 你往哪儿 你别走那边 你走冯小婷这边 这边空荡大 黄剑小老师 迄今已经解说过 现场直播比赛超过2000场 而我们记得的 只有那一场 林丹 这个世界冠军 确实我偶像 不是他在我脑海中 一直是一个半果的形象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就这一句话 半果 然后这个 我确实小时候很崇拜他 我也喜欢羽毛球 小时候 怎么 他没听说吧 人家跟一文 都好多年了 人家打运动员出道走 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他 就想打羽毛球 然后结果 我是内猛的吧 内猛的自然环境的 扼杀了我的羽毛梦 风太大 我的对手经常 有来自大自然的祝福 打不过 关键是我赢了以后吧 我真是没法撕碎上仪 太狠 羊皮了我也撕不动 对不对 放弃 张登岳老师 走近科学的主持人 跟这个胡可 李湘 都是同班同学 这就非常不科学了 为什么你老话得如此严重 而事业又是如此的稚能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轮散 请收看 本期走进科学之 同学为何不同命 两位张老师 就是当年 今日说法 走进科学 那都是 对吧 王牌节目 真的是好节目 但我又觉得这两个节目 都很适合请国足去上一下 走进科学 就科学解释一下 为什么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武蕾要丢掉球权 给了叙利亚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这个今日说法 好好说一说 就是被叙利亚扳平 我们失去了世界杯的资格之后 咱们到底能不能判处 武蕾15日以下行政执留 武蕾 你别生气 冯小婷 你不要难过 很挣扎 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 对啊 你们也尽力 这每个足球队 它有不同的风格 人家巴西队 有点桑榜 什么灵动 这个什么德国队 就是什么 有纪律 铁血 中国队 很尽力 真的 很尽力 踢球的 态度是好的 我也特别不明白 大家总看国足比赛 输了又生气 这样那 你不看不行吗 不看不行吗 很多人说我们热爱足球 这就更荒谬 你热爱足球 看中国足球 就好像你热爱科学 但选择看走进科学一样 挺刚好 不合逻辑 我真的是 我就不看足球 要不我就心理健康 但是我经常看一些新闻 其实我感觉 我真的个人感觉 我觉得中国足球 这两年发展的还不错 对不对 就是像那个冯瑶婷 他们那个恒大 亚冠 人家有那个教练也厉害 出来很多球星 球迷也喜欢 那个市场也好 俱乐部做的也好 说明我们国家 还是有热爱足球的人 也有踢的好的人 也有能把足球 做的好的俱乐部 我觉得这个 不比中国队 踢进和世界杯意义小 说明这个事 足球这个事 在中国变得很健康 很繁荣 所以在最后呢 也希望冯瑶婷 把我刚才这一波马屁 逐字逐句的告诉许家印先生 就是除了这个足球俱乐部 也可以考虑投资感的 脱口秀俱乐部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对不起 今天呢来的看这个投资大会很不容易啊你们啊 之前我看这嘉宾名单 我就看不懂了 对不对 我说这名单怎么 李旦舒畅 池子磅礴 为什么要把嘉宾这个感受写进去 为什么 对吧 我听起来就还很大气 对吧 但李旦听起来肠胃就很舒畅 接下来说刘志导 我从小是真的特别喜欢乒乓球 特别喜欢看比赛啊 我一直有一个不懂的问题 今天就是正好请教一下刘志导 就是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员打比赛啊 赢个球特别爱叫唤 对吧 那个队员打比赛是这样 而且仔细听啊 每个人喊的不一样 即便是每个人 每次喊的都不一样 对吧 就是张继科 第二个球 第三个球 你那队员平常都是打拳黄对吧 这可能张绍刚老师不太知道 因为你是个不懂球队胖子 曾经有个老戏骨演戏啊 对面是对着沙包演戏 我就想着这沙包到底是谁 对吧 我最后想明白了 是潘月明 你想对不对 白叶追凶的一人分手两拳 总有一个沙包是他 对不对 老戏骨也是潘月明 沙包也是潘月明 咱们那个这都开玩笑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视圈的小鲜肉 这个现象啊 无伤大雅 对不对 你想啊 现在这老戏骨啊 对着沙带能演 对着绿木能演 对着空气还能演 这老戏骨越演越精 对不对 如果都能练成潘月明老师这样 那都不需要对手戏 那影视圈也不需要小鲜肉了 谢谢大家 我是蚩的 真的是特别不想上 这本来呢 定的主咖是刘国梁 刘国梁有什么好吐槽的 朋友们刘国梁 是我跟我爸 唯一的共同语言 过年回家就聊三件事 工作 催婚 刘国梁 俩人在那半天没话说 我爸就过来 要不聊会儿刘国梁 我爸就问我 说儿子你说这个刘国梁 最近为啥就把工作给划了呢 就也看不见了 为啥 我说这个问题 我哪知道为啥 你别说你问我 你问刘国梁 他都不一定知道为啥 刚问了 确实是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这个就很难吐槽嘛 然后就跟那个导演组商量 说你换一个主咖 换个潘月明 潘月明 是我跟我妈唯一的共同语言 这个特节目 成心想毁掉我那某第一孝子的美名 我跟我妈都特别喜欢潘月明 我妈就一直想有一个潘月明这样的儿子 而我 有种希望我妈梦想成真 我儿子 但没有存在的必要 世界上要是有两个潘月明都好 那样的话我们就拥有个四个潘月明 所以就是魏大薛啊魏大薛 感觉现在我要是个综艺就有魏大薛 对吧 非常出色的演员 这娱乐圈是有共识的 一个综艺绝对不可以没有魏大薛 一部戏却可以 最好不要有 这个 但是魏大薛的这个小鲜肉也算是演技不错的吧 真的 真的 比他就是演技更差的那些小鲜肉啊 我们就挺不起了 这个 这个国际很古怪啊 但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演技 你说不上不下很尴尬 要不你就趁早放弃 你说 趁着年轻多转感年轻 不要再提高演技了 现在还好多人都像魏大薛 演员啊 也不演戏了 就天天上综艺 为什么呢 因为演戏需要演技吧 综艺 啥都不需要 命好就行 我以前要这么说 肯定有很多人 马上你当个酸葡萄 怎么 但是现在我本人也上了不少综艺 我要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们 我啥都不会 就是命好 就是命好 今天这个魏大薛可能回痛定思痛 就好好演戏了 各大节目组空出来的那些机会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书唱是好演员 演员诞生 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他的名字 你们知道他爸他妈都不姓叔吗 他起这个名字是因为 很怪啊 就生他那年一直下大学 就他出生当天 天空放晴 令人心情舒畅 就起名舒畅 真是 你说还有这么起名呢 那我就不应该叫李丹 是吧 我就那个 我就应该叫非常不好 真的 就是生我那天 我妈一看 不是潘月明 心情非常不好 潘月明这个之前有事业低谷 但人家从 从开始就很辉煌 刚也说了 合作一线女星 潘明明 荧幕初吻 就是给了潘月明 你说当有人 还说自己像潘月明 潘明明 荧幕初吻 咋不给你呢 你不是 别放弃 别灰心 坚持 好吧 坚持 这个潘明明的荧幕自吻 可能会给你 早上帮你不要惯 我张老师刚有一个说的还是很好的 这期确实是有点仓促 请来了这么无草可土的主咖 是吧 但是最奇怪的是 他还就来了 事业确实低潮太久 失火就急 是吧 好不容易靠着白夜追凶 哎呀又火了 都很不适应 就是第一次机场有那个粉丝接机 经纪人吓坏了 你干什么的 我干什么的 粉丝接潘月明 经纪人开心 高兴 哎呀 行吧 潘月明你可以啊 现在顾粉丝都不通过我了 人生确实是大起大落 我们现在看潘月明坐在那 很儒雅 很绅士 甚至带着一点慈祥 这个都是让生活打击出来的 我觉得潘月明最了不起的 不是说现在这么红 最了不起的是我怕这个就孤假 哪怕再次又不红了 他也能扛过去 云淡风轻 这是真的男人 不过也没事 潘老师 真有那一天也别担心 我妈说了 内蒙永远有你一个假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陈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对不对 哎呀 邵刚又主拐了 第一次崴脚 对吧 我们信 老人嘛 对吧 摔个脚崴个脚 腿脚不好 你短短一个月啊 分别把两只脚都崴到 你这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 对不对 你那还是巧合吗 你这俩脚八字不合呀 两个脚吧 我们节目组啊 一直对外说 我们这节目啊 分寸拿捏得特别好 嘉宾就没有生气 你让人家怎么信 然后说心姐啊 心姐 当年啊 你们都不知道 他拿过闪亮星主播的亚军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们知道冠军是谁吗 对吧 你能输给杜海涛 你们比的是啥呀 摔跤啊 对吧 那再话说回来啊 心姐那主持功力 确实是没得说啊 你就是字面意思 确实是没得说啊 就是夸大大本营 对吧 那么多主持人 海涛呢 站在最外边 你站得还比他靠外 录节目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在棚外边玩 有一次录节目啊 录节目导演忽然发现 这无心怎么在观众心 就问 无心怎么回事 无心就生气 哼 我就看没有我 你们能不能录 导演呢 傻孩子 我们都录完了 这是说林雪大哥啊 林雪大哥特别可爱啊 是金牌配角 金牌配角 好的演员呢 就是这样 你可能记不住 他演过电影的名字什么的 但是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对吧 就比如说那个功夫里面 演那个黑 叫 比如说那个是黑社会 里面演了一个 比如说姐姐吴先生 对吧 里面演了一个 对就是说深入人心 大家经常在那个黑帮 那种港片里面 看到林雪老师 但是谁也想不到 他是在天津出生的 15岁才去香港 宜居香港 我觉得这个决定很关键 你想 你要是说天津话 那怎么演黑帮 那大哥说话 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 那林雪在旁边 咱得弄死他呀 对不对 这就不行 不严肃 那要当初梁朝伟站在天台上 如果说的是一句 对不住了您呢 我是个警察 夏凌姐也不能嫁给他呀 对不对 这个很过分 这是说马景涛老师 马景涛老师 据说有马景涛老师的剧组 都有正骨的医生 因为他动作大 对不对 你告诉我为什么 对吧 咔胳膊就掉了 就脱臼了 对不对 脱臼了 所以说经常 跟他对戏的女演员 都会请武术提神 接下来说家灵姐 家灵姐是跟咱们梁朝伟 特别的恩爱 特别心疼梁朝伟 有一次 梁朝伟在拍阿飞正传的时候 有一次难受 一回家开始哭 边哭边拖地 然后家灵姐就心疼她呀 打电话就骂我家伟 你怎么回事 我觉得家灵姐 你要是真心疼她 就别让她拖地了 她为什么哭 你还不知道 对不对 我堂堂一个影帝 拿那么多讲 回家拖地 搁谁谁不哭 对不对 搁我都得哭 然后再说家灵姐 其实特别会投资 特别会投资 当年赚的第一笔钱 在香港买了一栋楼 你们听听 为啥人家赚的第一笔钱 就能买一栋楼 而小冬老师赚的第一笔钱 买的就是裤子 接下来 家灵姐呢 带过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家灵姐 你们看过家灵姐的广告吧 带过很多东西 没什么合格的 真的 她身体真好 硬朗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对吧 绕开了所有合格产品 人民的质检员 要说代言代言的东西出问题 我觉得也不能全怪家灵姐 对吧 因为明星代言产品 她也不知道自己 代言东西的好坏 就比如说洗发水 当时家灵姐代言洗发水的时候 那也是带着假发洗的 是能知道好坏吗 对不对 听说好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程璐说过 家灵姐和王妃两个人 喝茶 面对面坐着 彼此45分钟不说话 我想征受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明星啊 咖位到了 就戴墨镜 对吧 咖位越高呢 墨镜越黑 像家灵姐和王妃这样的 那墨镜基本上不透明 什么都看不见 对不对 两人往那一坐 谁也看不见对方 喝完茶了 一摘眼镜 才发现 又 借不死王妃吗 谢谢大家 我是真的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李达 帅 今天来的都是前辈 徐帆 这个 我印象中啊 我还没见过手机的时候 就见过徐帅吧 这 帅姐到今天活得也很传统 用手机呢 只打电话 发短信 不会上网 喝酒 只喝高度白酒 不喝酒的时候 就只喝热茶 咋说 这个生活习性啊 很像我爸 所以你看他平时 爱管冯小刚叫哥哥 不是那种撒娇的哥 是李逵叫宋江的那种 哥哥 我哥哥 刚刚的这杯下部电影 让我当女主角好不好 显然是不太好 方华就没让他演 张全凌 著名前主持 著名也是记者 现在辞职做投资人 人生经历很丰富 去那个罗布泊无人区采访过 也不知道采访谁 大沙漠 气候很热烈 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看到地上有那个空的矿泉水瓶 就捡起来看看还有没有水 这是个好习惯 你以后投资失败了也用得上 但就不用亲自捡起来看了 你这行业有成功的经验 你就直接问就行 瓶还要吗 从从事这种工作 就是最好穿我这样的衣服 安全安全 金姐 前辈 向来以这个大方 大气著称 成立那个舞蹈团 自己说过 我们舞蹈团 凡是跟我十年以上的舞蹈演员 我都送一辆车 都送一辆车 共享单车的发明者 金星 我们这个节目啊 就是想试图吸引各种口味的观众 请过这个音乐圈的 魔术圈的 体育圈的 今天请来了金星 这就算成功打入老年圈了 金姐 在中老年朋友们里的影响力 我跟你说 仅次于骗子 我爸妈 我爸妈就是 劝我 生孩子结婚 劝不动 我的时候 就打开一集 金星的节目 我不跟你说 让金星老师直接跟你说 你看 就同样是做节目 你看人家金星老师 多会讲道理 把那些封建思想 讲得多么透彻 你再看你们那个节目 怎么就知道 让观众开心 观众朋友们 对不起 是我让你们开心 是让你们开心 对不起 谢谢大家 有礼档 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